大家好 今天很早去菜市场买回那个猪手 来做一道猪手爆发生汤 给哺乳期的 而且符合的 一般这个前腿就叫 猪手 后腿叫猪脚 把这个猪脚洗干净 切成小块 食材有发生 姜 这样子就不用什么香料了 一般都不放香料 等到烧开了水 直接把这个猪手倒下去 煮一下 水开了 加鸡片姜 加点料酒 去鲜味 把这个泡泡 倒掉 把这个泡泡全部老上来 好 把这个盛上来了 盛上来等一下 用这个凉水 洗干净 好 电饭锅里面 加一点适量的水 加点适量的 加点料酒 去腥味 加鸡皮 加鸡片姜 把这个发生米洗干净的倒下去 把盖子 盖上 一般就用那个按酱 煮35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加点盐 盐就要吃的时候 加盐 不要放那么多盐 要清淡 要清淡一点 哇 好鲜美的 猪手汤 哇 好鲜美的猪手发生汤就做好啦 喜欢吃猪手发生汤的朋友们消费了吗 你也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为我点赞 感激我咯 好 这期视频就在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